奇妙大营就到目前为止也算是告一段落 那么你知道当他们进入妙果国后 除了洗灰这对官方CP外 还有哪些CP呢 首先是灰太郎和艾美将军 灰太郎进入妙果国后 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艾美将军 当看到艾美将军的容颜值 就深深地被吸引住 但灰太郎始终没有忘记寻找喜洋洋的任务 果然缘分到了党都打了 艾美将军在自家泳池和灰太郎进行了零距离接触 也就是那一位国后 艾美将军给了灰太郎一个接近自己的机会 一起晒太阳一起讨论着很多的东西 但是灰太郎终究还是不能陪伴艾美将军 为了能救出喜洋洋 灰太郎多次背叛艾美将军 但西台的艾美将军不能让灰太郎离开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灰太郎进行 以后跟我混 在狗国肯定大有作为 虽然条件很诱人 但还是被灰太郎拒绝的 二 昊月公主和小丽将军 其实在妙狗国入侵齐猫国的时候 他们就遇到了 只不过那时候的他们还是敌人 由于小丽将军看中昊月公主身上的能力 所以就把她一直留在自己的宫地 一开始昊月公主对她很是疏远 把她当作自己的敌人 因为一直以来小丽将军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 所以慢慢的昊月公主开始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开始为士兵准备点击 还为小丽将军送花 虽然他们是互帮互助的关系 但是在全剧的结尾 小丽将军的脸颊也红润了起来 不得不说他们之间也有CP 最后就是暖洋洋和小娜将军 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完美小镇是个可怕的名单 但是对于暖洋洋和小娜将军 却是他俩的完美世界 在这里所有人都配合他们的表演 无论是身子还是地位 他们都是这里最要颖的名单 他们一起吃东西 一起穿新衣服 一起吃冰激凌 反正他们一直都是快乐的名单 虽然最后完美小镇不见了 但是官方还是又让他们在一起 我完美姐妹团 有脸活生见 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这里的哪个CP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还请小伙伴们点赞支持一下 小伙伴们